再看到是大陸浙江发生了只惊险的交通事故 一辆大货车因为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前轮爆胎 之后就与S型快速前进四度撞上两旁护栏 造成车辆是严重变形 不过幸好幸运的是驾驶只有受到轻声 失控的大货车先是擦撞右侧的桥蹲护栏 接着又冲向内侧车道 再度撞上中央护栏 就像在开碰碰车一样 大货车一路S型摇摆 在四度冲撞护栏之后才终于停了下来 原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这辆货车 因为突然发生爆胎 驾驶企图将车子停下 便拼命转动方向盘 没想到车辆就这样失控狂飙 直接撞向两旁护栏 猛烈撞击不只让货车车头变形 护栏也几乎被撞毁 造成当地交通大打劫 所幸后方车辆没有发生追撞 驾驶也只受了轻伤 而另一个惊险瞬间则是发生在安徽 小货车为了闯红灯 在十字路口加速前进 直接撞上从前方通过的黑色轿车 但在此刻一辆三轮车 竟然像没事一样 从相撞的两台车中间通过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三轮车与黑色轿车只差一步就会撞上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夹缝逃生 也让人惊呼三轮车歧视真是命大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